二十六 二零... 蛤? 二一啦 二一 二一三六 就是也是 十四年後 選了總統 選總統的那個年會 那你在那個 二一三六 你做了總統 台灣總統 有沒有可能啊 有啊 對啊有啊 代元 怎麼代元法啊 你自己說 就是你二零三六 二一三六啊 你代元能夠 當上那個台灣的總統 主要的因縣 隨元縣 你需要有因縣 如果你沒有這個因縣 如果你沒有這個因縣 你就沒有機會了 你就是要有這個因縣 因縣合起來能夠 就是實現 那你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作為台灣的總統 這個 這個位置啊 situation啊 就有了 是吧 那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在那個 二一三六年 當上那個總統 台灣總統 你要代元 那你要代什麼元呢 那就還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反正你是有這個機會 你現在可能覺得這樣荒謬 荒謬啊 我怎麼會做到那個台灣總統 但是有這個總統 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機會 代元 你代元 那個元 形成了 種子 然後是那些祖元 種子的這種因縣 然後是那些祖元 種子的這種因縣 是吧 然後那些祖元 其他的因縣 都有 然後那些祖元 其他的因縣 結果你就當上了這個 三一二三六年的總統 這可以啊 根據 根據這個 阿拉耶什的那個 這種維系學的思想啊 你是有這種機會啊 主要就是代元 有陰有緣 這個事情就能實現 老師我講一個比較熟的話 就是年輕就有機會啊 比較熟的話 熟比較白語華的白話 你說你 他是二十三歲 年輕就有機會啊 年輕就有機會啊 因為機會你都轉來轉去轉去 轉去轉去轉去 不管你是什麼年輕 轉去上位這樣 反正你有這個 因緣我合夥 你就會有這個機會啊 這個機會啊 拜登好像七十九 所以你也有機會 前面的種子啊 前面的種子啊 已經深埋在底下太深了 扶不出芽出來 對啊出不來啊 年紀太大了 對那芽啊 就是深埋底下太久了 對啊二十三歲了 國路也不用想啦 我也不想當總統 蛤 不要想什麼台灣總統啊 太晚啊 沒有台灣總統 有中華民國總統 蛤 沒有台灣總統 台灣是地名 中華民國總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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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這樣 就是啊 這個阿賴耶穌 第二點 就是說 對於一個眾生來講 一個人來講 他所有的那種機會啊 是無限的 種子 是包含的內容 也是無限的 可是 如果你抓到那個因緣 然後因緣 合 合 合 你就有機會 那個現實就有機會 呈現了 所以這兩點 這個就是我們補充的 要補充的這兩點 然後就 然後 你這個中觀學 好 這一部分 老師我們上次有講到這個 就是 第一季的部分就是 榮術他是從一個 自信的立場來談 自我跟這個五音的同意 然後去證明這兩 兩縮的困難 就是說因為自信的立場 那這必然 自我跟五音 就是同意 不可以分割的 除非從緣起的立場 才會說 這個自我跟五音 有相同跟相異的可能 那 那我們上次已經 已經談到這個第三頌了 那我想要補充一下就是 前面這個第二頌的部分 呃 在這個漢義本說 他說 若無由我者 何得由我所 滅我我所故 明得無我治 那我們有說這個 呃 羅石的翻譯跟這個 龍樹他原本的意思是不同的 嗯 龍樹在這邊他是說 如果沒有自我 怎麼會有自我的所有呢 然後他後面說 自我與自己的所有 如果都消滅的話 人便也沒有自我意識 也沒有所有意識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出這個 呃 漢義本的意思 就是羅石他翻譯的意思 跟這個龍樹的立場 他是有所出入的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羅石他的 呃 觀念是有被這個中國 影響 因為在這個龍樹他的思想裡面 他沒有要 積極去證明一個超越的主體 就是說這個無我治 就是泛文他沒有提出一種治 或是一種超越的主體 那這個是呃 比較保留的態度 就是龍樹在談這個 無我治的部分他沒有談 他是一個保留的態度 他只是說 如果沒有沒有自我 也沒有我的所有 那我就不會有 這個自我意識 也不會有所有意識 那他這邊是一個 對於這個自我意識 跟所有意識的一個否定 可是他沒有說 呃 人會有一個超越的主體在 所以可以在這邊看到 龍樹的立場 是一個很特別的 呃 無我的立場 那中國的話 老師我覺得這個 呃 羅石他可能是被這個 呃 他旁邊的弟子去影響說 這個有佛心的部分 就是說 這個無我治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這個 羅石他有一個 受到中國佛性的 這個正義的影響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積極的 立場 因為在那個 中論的那個 梵文的原本來講 我們找不到 他這裡所謂的這個 這個無我治 對 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無我治出現 呃 因為這個 郭伯羅吉所翻譯出來的 有那個解頌 裡面就提到 無我治 嗯 可是在梵文的原本裡面 他是沒有這個 這個無我治 對 那這個無我治怎麼來 就是 呃 有不同的可能性 呃 我們在這裡就不管 反正就是 梵文裡面那個 那個無我治 是沒有提出來的 沒有 那 那 郭伯羅吉的翻譯 就是有這個 這個無我治 那怎麼樣 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啊 那可能有好幾種 好幾種因素 嗯 嗯 嗯 譬如說 這個 這個 這種 這個明相會出來 嗯 嗯 可能是因為 呃 公文羅吉 所 呃 拿到的那個版本 有 有這個無我治 另外 是另外一個版本 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可能是 可能是因為 郭伯羅吉覺得 呃 從這個 上文下裡 呃 看下來 顯然是要假定有這個 無我治 嗯 不然的話 你這個無我 無我的這種啊 觀點 或者是這個 我所 我的那個 那個觀點 或者是我所有的那個觀點 呃 呃 他直接 公文羅吉 一直接上去 嗯 他覺得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表達才夠 才夠完美 嗯 嗯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後 後來的人 嗯 就是 就是 公文羅吉的學生也好 或者是 在下一載也好 或者是 一些人就是 嗯 就是 嗯 認為 要有這個 無我治 嗯 這種觀念啊 那 他裡面的那個 那個 就是 嗯 嗯 軟起 信空 這種意裡 才能 才夠完美 所以這次 這是 這次第三個 因素 那到底是 哪一個 因素 接近 那個 真實 這個 情況啊 現在已經 不合考 所以 呃 就是 懂 凡文的人 就 按照 那個 凡文文文來 來講 所以他們就不講那個無我字 然後不懂梵文 可是他能夠看到這個中文的翻譯 有這個無我字 他們會覺得 這種情況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去處理 處理 所以 如果你是根據梵文的原本來看 你就不會提出那個無我字 如果你不懂梵文 就是只能拿 哥布羅吉的漢義 來研究 那就 依照 這個中任的漢義本 來這樣處理 這是一個文獻學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也不打算把這個問題 就是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探討 就是這樣 就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就是 梵文的原點 跟哥布羅的漢義 那個 那個 態度不同 不一樣 對啊 對啊 所以到底 實際上是哪一拿 就是那個真實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已經沒有 這個 這個 你就是 從那個文獻學這方面來探討的話 你就是 就是這樣 你探討出來的那個結果 能不能算是一個 跟真實的情況 相應 這個也很難 很難說 所以 這個解誦 我們現在就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以這個義理為主 那個重點 不是放在那個文獻學這方面 所以 對 嗯 這點 我 我本身不 不處理 不處理 那我就是第三種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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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翻文原本的 呃 呃 脈絡去說 呃 離自我意識跟自我所有意識的人 意識不存在的 那些人以為 離自我意識與所有意識的人是有的 那些人便未見真實 就我覺得這一宋是呈上面那一宋 過來說的 就是說 因為人都很想要建立一個 建立自我 然後龍樹就說 你以為可以這樣 但是其實這些人 不存在 就是這個所謂的 脫開這些意識的人 那是 還是自我認知的一個 一個虛望的對象 那就是在這邊我們又可以再看到這個 龍樹他對這個超越主體的退避跟保留 他不認為會有一個 離自我意識與所有意識的人 他覺得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這樣的人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這邊就是我們會發現他一直在 對於這個超越主體的 退避的態度 就是依照這個範文本來看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就是他沒有去提倡說 沒有積極的提倡說 可以消滅這個自我或是我所意識的超越主體 然後也沒有強調佛心 佛心要到這個如來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漢義版跟這個漢文版的很大的差別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當前這個漢義的 這個漢文本是龍樹真實的思想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 蠻值得注意的一個態度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印度佛教的演變歷程 就是在這邊他是沒有強調一個超越主體的 那這是一個很獨特的觀點 那最後一頌就是 這邊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內外我我所 靜滅無有故 諸壽即為滅 壽滅則生滅 這一頌就比較沒有這個翻譯的問題 那他就是說 就是如果能夠消滅就是內在的子曲 跟這個外在的這些明相 那靜滅了這些之後 諸壽即為滅 這個壽呢 他是一個擲取的欲望 一個執著 就不對意識有所擲取的話 所以所有這些 你對於這個人的根本執著就是要建立自我 那如果你能夠從這些所有的根本執著去脫卻開藍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解脫輪迴然後轉到這個自由 就是涅槃的境界 就是受胎生的意識全部都脫開之後 這些沒有這個根本的製作 就可以達到這個涅槃的境界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四頌來看 他一開始是就是 從這兩個假設命題去講 那這個滿有這個波羅學 他的這個遮拳跟辯證的方式 這個兩個命題 然後跟老師之前補充那個 那個從自信立場跟從原起立場看 人自我跟五音的那個差距 他這個辯證的方式 滿有這個波羅學成績下來的一個語言的性格 語言的特色 然後轉到去講這個 沒有自我跟沒有我所的問題 就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是 佛教對於這個自我統一意識跟自我所有意識的一個反對 就是三法印就是 諸行無償諸法無我然後涅槃基金這個 他的一個呼應 然後他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 他的這個對於佛性的 就是他沒有去強調一個超越的主題 這是一個滿特別的觀點 所以我想這是 我這篇文章要去凸顯出來的一個問題跟他的態度 那麼最後他就說 當你斷了這些根本的執著之後 終歸能夠解脫 然後達到涅槃 那這是他前四宋他的無我的觀點 那也是我這邊想要去凸顯出來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去看到 他跟這個阿皮達摩的區別哲學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五位七十五法跟這個龍樹他的無我意識是很截然不同的 那我想這也是龍樹在對這個區別哲學有一個很透徹深刻的分析 然後去從我語取上的根本執著去理論說 我們脫開這些然後最終能達到這個涅槃 我覺得這個是滿符印這個人生現實的 那也是就是指得我們去實踐這個修養功夫的地方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就是麻煩大家就是如果有哪邊可以扶正 就是再麻煩大家提出來 謝謝 謝謝 就說這個 有關這個無我智的問題 這無我智 就是說他是談到那種就是智慧啊 覺悟的這個智慧啊 對就是無我智 就是能夠破除這個我的那種基礎 就是那種智慧啊 他這裡就強調那個無我智 那無我智 那無我智 這個觀念啊 在那個 凡文原本是沒有 可是公文邏輯的翻譯啊 就有這個無我智 然後進一步啊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無我智 這個智 這個觀念啊 再展開下來 就是要強調 就是一種啊 我們我們生命裡面的一種啊 就是 超越的主體性 在我們就是從這個無我智 這方面 可以就是過 過 就是可以引 可以引發到這個啊 超越的那個智慧 就是超越對自我的基礎 那個主體 然後這就是無我智 然後從這個無我智 我們就可以 過度到那個 就是一種超越的一種主體性 那這 這個就是如來賬思想 所要 所要強調的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從這一點 就是 呃 哥布羅吉的翻譯 就有這個無我智 可是凡文原本 都沒有提出這個無我智 而從 這個 呃 在 在中觀學跟維系學 之後 啊 就是另外一種 呃 如來賬思想的 那種啊 呃 呃 這個 呃 五相 提出來 就是 那 你在這裡說的那個 那個無我智 它就是一種 就是能夠超越 克服這個 這個我的一個基礎 就是那種智慧 呃 我們就 把它看成為是 呃 一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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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夠 能夠讓那個 眾生 呃 呃 從那個 生死煩惱的 呃 呃 就是從那個 呃 就是能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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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 轉過來 再進一步 就提出如來賬思想 我們可以從這裡過渡到 我們下一個部分講如來賬思想 這是一個可以說是 梵文的原本沒有講五火字 在哥布羅吉的翻譯裡面 就出現了這個五火字 然後一般來講 因為中國以前的那些佛教徒 他所了解的宗觀學 基本上他們是通過 《哥布羅吉的漢義》 來提出來 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為什麼會有公羅吉的漢義 跟梵文原本在文句上 在文獻學方面有這種情況出現 那我們現在就不能進一步 也不需要進一步再考量 這個無火字這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梵文的本子 沒有這個無火字 哥布羅吉的這個翻譯 就有這個無火字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不能夠 再往前做一些交代 不過從那個哥布羅吉所了解的 這個無火字 這一點來講 我們就可以以這個無火字 作為一個橋樑 就從那個宗觀學 發展到這個儒愛藏思想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無火字來講 因為無火字跟那個儒愛藏思想 在意理上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這個關聯 而且我想就是 因為 就是中國佛教裡面 一般的那些佛教徒 那些學者 他了解這個宗觀學的 他應該是根據那個 哥布羅吉的這個漢義本 來瞭解這個宗觀學 他們大概他們都不讀這個範文 就是不能夠從那個 從那個繁文遠點 來瞭解這個中觀學 在這裡所提的那個無火字 就是正式我們可以說是儒愛藏思想 就是從那個中觀學過渡到那個儒愛藏思想的一個橋樑 所以下面我們就可以從這個中觀學文系學 再進一步了解這個印度大城佛教的那個發展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 就是近日到那個印度的那個 印度佛教裡面所講的那個儒愛藏思想 就是在這裡就有一種就是思想上的一種重點的那個改變 就是儒愛藏思想 作為這個印度佛學後期的那個發展 後期的發展 轉到中國佛學裡面 那三個宗派 就是天台宗、華元宗跟那個禪宗 這三個學派 基本上都是 你可以說是 就是以這個儒愛藏思想 作為一個焦點的一個觀念 來提出 就是 印度佛學裡面 本來有講過 可是不是很詳細 也不是把它幹成為是一個焦點的觀念 也不是把它幹成為是一個焦點的觀念 就是